台中五亿高中生案解剖报告结果出炉 检方初步判定高中生是从高处坠楼 从相关见识结果还原坠楼瞬间 认为高中生先是撞到大楼门檐 顺势谈到一旁的造景树木落地 才会导致树枝折断 也符合高处坠落的初步定调 不过检方也强调将综合死者家属意见 以及所搜集证据缜密的侦查 厘清事实 高中生离情命案 检方根据遗体伤势鉴定结果来看 初步定调死因是高处坠楼 因为高中生的背部跟左上臂有条状插伤 不排除是他坠楼过程中 先撞到社区大楼的门檐造成 接着谈到一旁的造景树木 导致手脚也有零星细小插伤 背后有两条线的一个插伤 所以可能是被物品刮到 对 可能在中途会被什么刮到 遗体表面有外伤 解剖报告结果也显示 高中生两侧血胸腹部多处脏气破裂出血 当时他左侧导臥在人行道草皮上 周边地面没有发现血迹 一旁树枝被折断 导臥位置距离建筑3.4公尺 而且在10楼阳台栏杆 疑似有双手抓握 以及脚趾踩踏的痕迹 因此研判死因复合高处坠落 路是这样就要脱一片 土了两公尺然后再来第三公尺 它掉在这个上面 所以如果照抛间里 它是会要掉到这个地方 一定会先卡在两公尺那个地方 另外检方采集下信配偶的10楼住家 客厅跟阳台都没有发现 可疑痕迹或打斗迹象 高中生的左右手指甲 也没有验出个人以外的DNA 但因为实者家属 无法全面接受鉴定结果 检方也将综合家属意见 以及搜集到的证据 希望能尽快拼凑出真相原貌 接下来综合报道 1